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大家付出的有更多的人看到 那我觉得都可以 一面是铁憨憨 觉得另外一面是什么呢 那不能告诉你们 慢慢发现吧 冰原和诚意搭戏时会不会比较容易笑场呢 我觉得我们可能开玩笑都是在没有拍的时候 但是其实如果真的321开机的时候 其实就不会这样 会有吧 但也没那么多吧 因为何彬原老师也是刚开始就是不太熟悉嘛 但是导演拍一些那种甜蜜的戏的时候 需要导演给我们一些化解那种小尴尬 所以刚开始会有一些 到后面就是大家都是进入这个 私缝的状态和玄机的状态都会很好 也没有笑场 两位片场谁照顾谁多一些呢 你自己照顾 他妈妈也是有陪他嘛 然后我妈妈后来拍戏后面也有陪我 然后大家经常就是中午就是 就是改善伙食都做好多就是 湖南特色上海特色 就大家交换着吃 两位看到自己的感情戏时会是什么反应呢 就是正常去看自己演的一个东西吗 看了两段 就是就看着就是挺想笑的 一段是那个掉进山洞 还有一个醉酒 就像我们初相识 那个两个人一起成长 相遇相识 在你们的心中怎样理解时生时世的感情 又甜又甜 就是撒一把糖给你 到后面口 时生时世我觉得就是 是对爱 不懈的坚持 所以也会羡慕这样的爱情 嗯那肯定 谁都会希望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吧 那就包括说就是 我觉得好多观众看了我们流离之后 那为什么就是会喜欢私奉啊 喜欢玄机 就我觉得他们自己也会希望说 有一段这样的感情 然后有一段这样的 可以照顾自己的那个人吧 好笑了 好笑了 因为他这个头发 上面的肩膀不错吧 因为他这个头发 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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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这个头发 上面的肩膀不错吧 我都给你这么长 我都给你这么长 我看网友在那说 对对对对对对 就直接给他这么长 但是也不对 就能帮我这次贴 哇这个发自然真好看 思奉你给我戴上吧 好笑了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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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私奉嘛 有没有出过社会吗 嗯 没什么经验 你们观众 你再让我更紧张 我尽量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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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给他这个 好 我没有人尽量 啊 哈哈 甜蜜表白 滋缝需要用到爬山 我乱了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这三个关键词和句子 像玄机进行栖息表白 昨天我乱了 你看我还有机会 带你爬山吧 啊 两位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 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顶庄的时候吧 你好学面 对 就是 比如说的 两位说的都一样 稍微客气一下嘛 这是剧组的礼貌用语 第一次见面以老师互称 现在怎么称呼对方的 陪月姐 前击 一直都是死后 小结巴 两位觉得剧中做过最浪漫的是什么事呢 七夕许愿 拿夜明珠请她大吃大 两位有没有发生过分歧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本来这个戏就是 肯定是我们要一起去讨论 继续创作 包括导演一起 就导演会每场戏拍之前 或者说是前后戏的时候 他都会 就是拉着我们去聊 去捋 哪怕今天拍二十集的戏 他都会跟我们去聊三十集的戏 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各说各的想法 有的时候甚至 我觉得大家会想的一样 或者有的时候会说 我有我的想法 他的想法 当然有导演的想法 但是最后就可能是 看谁说的更加给这个戏加风意义 有 但是要保密 一定大家要追剧啊 我会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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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